欧洲最新的研究证实 有习惯喝塑胶瓶装水的民众 长期会有塑胶微粒进入血液 容易导致血压飙高 建议要少喝瓶装水 国内专家也提醒我们 喝瓶装水的确多多少少 都会有微塑胶溶出的疑虑 好比您在转开瓶盖的瞬间 因为摩擦深热 也可能会溶出微塑胶 爱咬吸管这种习惯也不太好 另外接触脸部的去角质 磨砂膏里头也含有 大量的塑胶微粒 容易进入人体 也会随着清洗流入下水道 进而进入海洋 塑胶瓶装水 你知道它每公升 含有多少塑胶颗粒吗 2021年 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期刊 水与健康 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献 科学家发现前两次 扭转开关塑胶瓶盖 水中就会发现约 1500个微粒塑胶 随着开关次数的增加 水中的微粒塑胶也跟着增加 到了第16次开关瓶盖 水中大约会有 5200个微粒塑胶 而且成分主要跟瓶盖有关 到了2024年1月 美国国家科学院期刊 发表了重量级的文献 科学家运用更精密的高光图拉曼成像技术 成功观察到市面上 三种知名品牌的瓶装饮用水 每公升竟然高达 25万颗塑胶颗粒 其中约90%是微小到100奈米 只有头发直径约500分之一的 奈米塑胶 而且大部分的这些塑胶成分 来自瓶盖和瓶身 因此扭转瓶盖摩擦瓶口 是微粒塑胶掉落水中的主因 科学家推测 就像皮肤会脱卸 塑胶容器也可能会脱落塑胶为例 如此微小的奈米塑胶颗粒 足以入侵肝脏 肾脏 大脑 中断细胞生长的过程 影响内分泌 甚至透过胎盘传给胎儿 那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用玻璃或不锈钢瓶喝水 最好所有的食物都避免用塑胶容器 才不会不知不觉 喝尽或吃尽一大堆奈米塑胶 而莫名其妙生出一些 找不出原因的怪病 或许一之年 或许一之年 在这次从未经许版本里 也必须给了 不再许一abi 天呐 尤诞